石浩寻回父母后 他送给父母多少礼物 石浩的父母为了能够 让年幼的石浩能够继续活下去 甚至不惜放下尊严 前往布老山求取圣药 当石浩得知自己的父母 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能够与他们团聚 待到石浩成为统一亿万僵土的石皇之后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前往布老山寻回自己的父母 那么为了弥补父母多年来的委屈 石浩都送了哪些礼物给他们呢 1.黄金神叶 黄金神叶乃是产自于黄金古树之上的太阳神花 此花蕴含着难以想象的精粹 修士一旦服用了 它将会产生无法想象的蜕变 只不过太阳神花的周边 有着强大的秩序守护 根本无法采摘 但好在太阳神花成熟之后 花瓣便会打开 在花瓣上便会掉落黄金神叶 此神叶上蕴含了太阳神花的精粹 拥有着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奇能力 因此修士们在见到这样的奇物之后 自然也是拼命争强 十号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一众强者之中夺得了三滴黄金神叶 原本十号是准备将其中的一滴黄金神叶送给秦号的 只不过此时的秦号还因不老山之事记恨着十号 因此没有收下此物 不过十号并没有因此而懊恼 他转身便将这滴黄金神叶送给了自己的父母 并让希望他们能留着自己用 秦一宁也是害怕十号多想 当即便收下了这份贵重的礼物 只不过最终这滴黄金神叶 还是被秦一宁在十号重伤之时喂给了他 二 顺从父母的心愿结婚 秦一宁夫妇这些年被困于不老山之中 从没有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十号 因此 他们自认为自己对十号有很大的亏欠 所以在陪伴十号之时 秦一宁夫妇一直都在想着该如何弥补十号 直到月蝉出现在秦一宁面前之后 他便想到了该如何弥补十号 秦一宁决定让十号与月蝉成婚 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弥补十号 而且更是能够了却自己心中的一桩心愿 虽说这桩婚事就连十号本人都觉得十分仓促 但他为了顺从父母的心愿 最后还是与月蝉当天成婚了 不过在这一段婚姻之中 秦一宁夫妇的心愿表现的并不是十分明显 在之后十号与芸汐成婚之时 秦一宁夫妇才表现得尤为极切 为此秦一宁甚至还行使了天大地大老娘最大的权力 逼十号成婚 秦一宁夫妇之所会这样做 就是希望有一桩婚姻能让十号安分一些 不让他再去与那些黑暗生灵厮杀 虽说这件事情对于十号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为了能够更好的修行 十号最终还是顺从了父母的心愿 不久后便与芸汐结婚 三 真血洗礼 在十号突破导致尊敬不久之后 末法时代便悄然而至 由于天地大道发生了变化 在九天十地和下界之中 不仅变得难以修炼 而且所有修饰的寿命也会大幅缩短 即便一些普通人得到了鲜血大药的洗礼 最多也只能活上上千年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父母活上更长的时间 十号使用自己的真血为其洗礼 使得他们一直活了五千六百多岁 几乎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不过十号并不愿看着 秦一宁夫妇就这样死去 于是在这一年十号 再度使用自己的真血为父母洗礼 令他们再次焕发蓬勃的生命精气 直到十号一万两千岁之时 秦一宁夫妇的生命再次走到了尽头 这一次就连十号也没有办法了 此时的十号已经帮助他们续过一次命了 他的血对于秦一宁夫妇已经有了抗性 无法再为他们延寿了 无奈之下十号只好将父母和十村 用神渊夜封印起来 以待日后自己立于万古诸天之上 再与他们共度岁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